咕咕! 等個星球 大家好 又是我Rebecca 上一條影片大家都知道我經歷了神奇的天文現象 約親模特兒出去拍照都下雨 不過我不會輕易地向現實低頭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出去拍照 今次我要來講一下拍情侶相幾個超級好用的招式 第一就是劉伯舅圖 劉伯是指拍攝主體以外的空白部分 這個白可以是乾淨的天空又或者是白色牆等等 大面積的劉伯可以令畫面變得非常非常乾淨 整張照片的日系感就會即時噴噴噴 是不是覺得有點像某些日本電影的封面呢 整集相片裡有一張半張的照片 簡直是畫龍點睛 第二就是男女版的照片 例如兩個分別地做前景 又或者是從他們的角度去拍對方 我們把兩張照片拼在一起 其實效果是非常好 還可以各自用來做手機wallpaper 然後正下來的部分 我會歸納做姿勢的指導 通常我們看到婚紗相 情侶相 都是拍女生比較多 其實我也不例外 始終女生才是主角 而男生呢 就... 嗯... 是沒有那麼重要的主角 總之 拍多些女生看鏡頭 這樣就對了 男生如果緊張或者沒有什麼表情的話 可以叫她們給背面 側面對著鏡頭 襯托一下女朋友有多漂亮 小明看著鏡頭 另外情侶相不多不少 都會有一些抱抱、抱抱的畫面 我自己最喜歡叫他們互望 又或者是女生心情地看著男朋友 而男生就看向遠方 可以向前看也可以 拍照時一定要記得告訴他們要看哪裡 他們無處安放的眼睛不知道看哪裡好 如果不喜歡太高調的情侶 可以選擇背影 兩個人背對著鏡頭看出去外面 拍出來的感覺其實很好 另外還有背著女朋友這些姿勢 我覺得很喜歡叫他們放 這是每個男朋友必備的技能 無論你女朋友有多重 麻煩你要放出一種很輕鬆輕而易舉的樣子 絕對不可以表現出你女朋友好像很重 除了男生要有輕鬆的態度之外 女生的配合都非常重要 例如笑容開心一點 對手抱緊一點男朋友 還有對腳要踢起一點 拍出來就會很自然 最後一個在我的作品裡經常出現的姿勢 就是鼻哥碰鼻哥 比起石石的姿勢 我覺得這個姿勢會含蓄一點 但是又很甜 哎呀 真是很甜 這條片應該會閃到一大群單身狗 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要幫朋友拍情侶照 又或者自己自拍情侶照 就知道要怎樣拍吧 在這裏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追蹤我的IG 下次見 拜拜 請問一下